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对于吐告 相信你不会感到陌生 可能你都听过不少 关于吐告的理念和教导 但是作为逆境追光者 你有藉着吐告 进入渐烂人生的经验吗 京徒准备跟你一起 再次吐告对生命的寓意 来 跟着交流一下 吐告是跟天父之间 亲如父子的沟通交流 自然会扯出一个 较为敏感的问题 你不一定发现自己内心 都可能有这种想法 但是曾几何时 特别在你向天父 发出一件自觉合情 合理的祈求 他脚没有积极回应的时候 说他有可能 在你内心浮现过 这种令人困惑的想法 上帝是独断独行 尊横拔护的独裁者吗 京徒大胆提出一个问题 是因为在京徒心里面 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想法 感恩的是 天父跟阿伯拉罕一次交流 京徒视之为阿伯拉罕一次 祷告经历 打破了这个迷思 为京徒带来的困扰 事件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 二十到三十三节 当时上帝让阿伯拉罕知道 他准备要消灭 两个恶行滔天的城市 包括他的责疑当时旅居的 索多玛 另外一个就是俄摩拉 于是开启了阿伯拉罕 和上帝之间的交流 《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 记下阿伯拉罕和上帝交流的时候 触紧的一个原则 阿伯拉罕对上帝说 将二人与恶人同杀 将二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阿伯拉罕知道上帝既公义 三十呢 二十个可以吗 那最后减巡转是最后减到十个 最后减到十个 阿伯拉罕明显对在城里面能不能够找到有足够的疑人 以挽救被灭的厄运 是心虚的 不过全能公义的上帝 也都确实 因为阿伯拉罕的呼求 一直降低 灭绝这两个城市的标准 可惜 这两个罪恶之城之中 不能够逃避天火焚成的灾难 我们不能够否定一点 上帝知道一件阿伯拉罕 不知道的事实 就是除了罗德以外 那里其实并没有二人 一个都没有 但是这一段对话 也都确实反映了另一个事实 上帝愿意聆听人的想法 只要你按着他的属性 和心意 祷告祈求 祂必定随听 而且回应你所想所求 我们所信的上帝 绝对不是独断独行 专横拔护的独裁者 这个认知对你操练祷告 而且透过祷告 经历生命成长 有极大的意义 给了一些被你看为合情 合理 甚至合乎天父心意的祷告 上帝不一定成就 否则 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不会病死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 病者得医治 是慈悲的主应当回应的祷告 如塞纳书55章9节 记得上帝以最直白的方式指出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你以能够掌握的情况和感受 发出相信是合情合理 合乎上帝心意的祷告 但你和上帝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 可能仍然相差甚远 但当然 藉着祈祷和上帝交流 祂是乐意让你看会 祂是怎样随听祈祷 而且更新你的心思意念 让你体会 同主沟通交流 带来生命更新的动力 请你和我同心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要承认 你确实是伟大 奇妙 掌管一切 又知道我们心思意念的主 感谢你 不嫌弃我们的无知和卑微 乐意借着祷告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生命 因为更认识你而更新成长 我们承认 还有很多更新成长的空间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会 放下自己的执着 完全顺服主的心意 因为你才知道 什么是自善自美 有对我们的生命最好的安排 我们感谢你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靠 The Humbl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